当年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结组织主席阿拉法特握手 打破了几十年来敌对双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实行合作的禁忌 双方都期待美国协助达成有关建立两个主权国家 并让以色列和未来巴勒斯坦国和平共存的更广泛的协议 25年后的今天 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做法令以色列政府感到高兴 但却疏远了巴勒斯坦人 华盛顿先是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 并正式在那里启用美国大使馆 特朗普政府最近又切断了对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机构的援助 并关闭华盛顿的巴结组织办事处 有记者问 特朗普政府是否相信这样做能够鼓励巴勒斯坦人回到谈判桌上 国务院发言人西瑟诺尔特表示 美国官员正在尝试不同的方法 任何的方法都没有用 这个问题已经持续了很久 比你我从出生到现在的时间都长 对吧 到目前为止 任何的方法都没有用 所以我们尝试不同的方法 看是否会奏效 我们致力于中东和平 每天都有人在中东努力 我们保持乐观 并致力于这项工作 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 对巴勒斯坦人采取的任何惩罚措施都没有削弱美国制定出和平计划的可能性 而她目前负责制定这项计划 但一些分析人士并不同意这种看法 现在特朗普政府的做法的确关闭了特朗普政府 以建设性的方式与巴勒斯坦人接触的可能性 我想这是几个不同的决定 美国决定在伊路撒冷开放大使馆 决定不再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提供经费 决定削减对巴勒斯坦当局的援助 萨克斯说 特朗普政府一直说美国的中东和平计划几乎制定完成了 很快就会公布 总说快要公布了 我不知道这个计划是否会出笼 有人看到了部分内容或要点 有些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对此反应冷淡 据报道有些想法涉及约旦 但约旦人自1988年以来就完全排除了这种想法 对中东地区的很多人来说 中东持久和平的希望已蜕变成一个 遥远的记忆 美国之音赛内 美国国务院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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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